有那个年这个栏位 跟区还要入街道 但如果每一次都要再来 然后又要再三个栏位 那栏位时间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你说老师那刚刚城市 写出来了是这样子 那我可以在这里面补一些城市 可以啊 你可以补在哪里 补在下载完之后的这个下面 那可是问题 那个城市比如说叫什么 叫插入栏好了 可是那个东西不存在的 没关系嘛 你可以用入市的 那怎么录制 在开放人员里面有那个录制聚集 所以 不管你之前有没有用过 我有建议这个一定要会 那这个录制聚集 我是觉得也是 Excel VBA 里面有很大的特色 因为你不会写 它可以录 它可以产生 只要你可以把动作做出来 它就会帮你把对应的城市码 给产生出来 那不管说它到底那个城市码 是不是很优化的 其实它们都不是优化的 可是至少是有 比你土法链钢来得快太多了 OK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把那个土法链钢 直接跳到那个城市的一个洁境 也就是说你以前不会写城市的人 其实这个是好方法 当然你会写城市的人就觉得这没什么嘛 当然我是觉得对很多人来说 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如果你跟Python比起来的话 Python就没这个东西 不会写就不会写 它没有说你还可以录了产生Python城市 如果有这个东西太好了 OK 所以录制聚集的话 第一个大概知道一下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把后面我会演示给各位看 如何产生你需要的城市 然后并且把城市 放在我们要放的那个城市的下方 让它可以帮我们执行 下载之后也产生这个栏位 那怎么做 1.我要录制 录制聚集之前 跟一般录影片一样 比如说要拍影片 拍电影好了 一定要彩排一下 或者是说你要颁奖也好 一定要彩排一下 不然的话恩怯还得了 像之前最近不是金曲奖 最搞笑的是 居然颁奖人 颁奖 颁奖 颁奖人 结果没有得奖的上来 先讲完 之后才发现 颁奖人 这太尴尬了吧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 就是说 一定要 知道怎么录制 我们要录一下 怎么录 1.等一下怎么录 我先这个 先把它抵立了掉 我先把它抵立 我先在这边按右键 有没有 先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就是在上面 第二步的话 在游标放在 D1的地方 然后输入黏这个字 第三个step的话 在这个地方输入这个公式 一样打勾哦 你说老师 那如果原来有公式 需要删掉 其实不删掉也没关系 不过这个 可能插入栏一定要 我们先把它删掉 大概我 制造步骤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 录制去期的 然后录制名称的话 也许我叫插入栏 名称也许我叫插入栏 这个名称 你可以自己去取一个名称 建议要叫这个名称 反正简单好 明白最重要 好 按确定哦 那记得 你输入名称之后 按下确定 你待会做的任何动作 它都会帮你变成成事哦 所以这个时候按确定之后 你不要随便乱做多余的动作哦 多余的都会变成成事哦 OK 所以哦 记得哦 OK 所以哦 大家先确定 没问题吗 按确定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乱做了 所以 刚刚多点了一个 那NG 了 NG 什么 NG 叫重来 你刚刚要停止录制 先不管 反正多一个 1 先点一下这里 然后按右键 插入 OK 第一个step 第二个step 在d1 点一下 他要录一个叫rain d1.sl 然后再输入你这个字 第三个呢 再游标放在这个储存格 他会录一个叫range d2.sl 游标放这边 然后呢 你再把公式输入 就刚刚那个公式 最近使用过了 laps 那一样把这个取得三个字 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呢 就快点两下 记得啊 再控点右下角 好 那这样的话完成了 记得完成之后的话 请你把这个地方停止录制 好了 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验证说 到底是不是成功 其实你可以再切到 录制聚集前面有一个清单 这个叫聚集 你只要录制的 录制完的都会放在这里 那其中我们看一下 里面清单 有没有一个叫插入栏的 有耶 对不对 那你想说老师 我要执行看看有没有成功 你把它执行看一下 怎么执行 点它对不对 按执行 你会发现 又多一个了 当然理论上应该把旧的删掉 你说再插入一个了 又多一个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把这个删掉 再执行看看 你们有没有成功 成功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理论上已经把程式写出来了 这个程式的话 它的名称就是要插入栏 那你说老师 那这个程式到底在哪里 其实除了执行之外 你可以按编辑 编辑的话 它就会告诉你说 他帮你写的程式 放在Video Basic里面的哪里 OK 然后按编辑 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告诉你说 我刚刚帮你写的程式 其实是帮你放在 放在这里 我看一下 把它关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在哪里 插入栏 编辑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我已经 那因为我刚刚 录制的那个什么 档案原来是 就是后来下载这个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帮我把它放在 这个模组里面 在这个地方 那程式就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按下编辑的 它会告诉你说 你刚才给的名称是不是要插入栏 那你可以发现 它的结构一样是Sub Dub and Sub 所以 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把 这一段程式 跟刚刚的程式结合的话 也满简单的 你只要把刚刚的程式 你刚刚录的程式贴到它的下方 贴到下方之后的话 你说老师那贴到下方之后 那可是我不是要变成执行两次 先执行这一个 比如下载资料 重新下载 然后黏的话再插入 有点麻烦 那不是要执行两个Sub 那跟各位讲 如果将来呢 你只要一次能够执行 执行这个下载之后 也同时执行它的话 很简单 直接在这一个Sub 尾巴的地方 就End Sub的上面 再呼叫这个Sub就可以了 那怎么呼叫 很简单 打个call就可以了 call什么 插入栏就可以了 把这个名称有没有 放到call的后面 这样子 两个就二合而为一了 OK 那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呢 变成你就只要执行一次 它就可以直接怎么样 就帮你把黏这个栏位 一并给插入进来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因为这个动作 稍微对于完全没动吃过聚集的同学 这边应该会有点复杂 我们来再重点提示一下 一 你先把动作彩排 OK 彩排的话 先怎么样 先 这边一定按右键先插入 然后这边黏 这边公式 按OK之后的话 你就开始录制 然后叫插入栏 然后按确定之后 就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边有个插入栏 编辑 这一段 你可以把这一段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 我们刚刚的层次的下方 把它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 并且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 来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